大家看到今早早快手也跌得比較多 我們剛好有兩位觀眾也想問快手 Dionne就說她重貨75元均價 應該指洩走還是繼續等呢? 另外一位Joey她也是快手 就是71.5元買入 想問一下上網有多少指洩位還是哪一項 一個就75元重貨 一個就71.5元買入 那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說看整個科技股什麼時候開始下落 就是整個板塊 其實大部分科技股的防守 我們現在好像說回頭沒什麼用 但是都是一個方法可以之後參考的 那支潮位其實是6月中的底 其實就是79元那裏 就是6月中的底 那這期出了業績就是虧損收窄 但是當然我也不特別看到它的業績 因為其實還在虧損的階段 整個市況都不好 你還要沒有盈利的公司 還是虧損的公司 其實是比較難去吸引資金的 變成現在就在下行 如果你還有貨 我覺得那些指洩位就不是說 由買入去設定多少個百分比 而是究竟什麼時候跌穿哪些位置開始下行 那現在很明顯就非常弱了 但是你說如果參考下面的底 其實是3月和5月那裏 那3月就是55個半 所以一般來說我覺得會是 就是看著一些支持位置做估出信號 那剛才79之後呢 其實可能那個買入價已經是 其實已經是開始向下 這個也是我覺得將來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不是跌了就覺得便宜 尤其是沒有盈利的公司 我見之前雙湯也有些人說 沒有盈利的公司呢 你是很難說它跌到股值值級水平的了 那就是有些評論會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要去真是去看回那個數目 沒有盈利呢 除非你就是增長前景很好 那這個是再更加之 可能譬如有時候 怎樣會選一些沒有盈利的公司呢 是真的非常之看好 那個增長前景才會去做 那如果不是呢 都要去看回它究竟業績表現是如何 那其實我本身以為它虧損收窄 會不會有得借勢炒少少反彈 其實都沒有 因為那個市已經不是很好 那它就 我講說借勢炒少少反彈 可能是升一日那些 那它都沒有什麼的 我記得那天出完都 因為那天出完業績 那市就不好 反而要跌的 那現在呢 變成了其實就是兩個位 剛才79其實都破了很久 甚至你買的時候已經是破了 所以已經在向下 那你就要買的時候 設定防守位的 其實你這樣去買呢 你就是看大底的了 那個大底其實就去到很遠了 就是3月那些低位 所以現在中間就應該沒有什麼可以去做的了 那你說真的 真的看回3、4月那些底了 是 還有看到都今天也有個報道 有些消息出來就說 騰訊 今年計劃呢 在莫尼大約1,000億人民幣股票投資組合 所以大家在看 可能快手都是其中的 就是會被拋售的股份 所以今早的股額 都好像明顯比其他那些 方網股都掉了比較多